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恒大的清算不会为外国投资者偿还款项 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加大对股市暴跌的审查力度 中国政府也开始干预市场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表现不一 中国股市上涨 因国家基金表示将购买股票 杨恒均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 澳中关系陷入困境 中国国家投资基金承诺扩大股权持有 以帮助支持低迷的市场 请大家收看 恒大的清算不会为外国投资者偿还款项 日经亚洲 根据私募信贷公司Shaw Invest Partners创始人本杰明 方格的说法 中国不太可能救助中国恒大集团的外国债权人 方格表示 中国的银行对恒大的大部分资产拥有直接要求 作为国内贷款的抵押品 他补充说 包括外国债权人在内的无担保债权人将在资产分配时处于次要位置 方格表示 由于选择购买还款优先级较低的信用工具 外国投资者位于债权人对立的最底部 中国市场监管机构加大对股市暴跌的审查力度 中国政府也开始干预市场 南华早报 中国的国有基金通常被称为国家队 在过去一个月内购买了700亿元人民币98亿美元的本地股票 以试图支撑股价 这些基金包括国有企业 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 此举是因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股市表现出极度薄弱的信心 自2021年1月以来 中正300指数下跌了38% 达到了五年来的最低点 今日股市 亚洲股市表现不一 中国股市上涨 因国家基金表示将购买股票 美联社 中国股市在一家政府投资基金表示将增加股票购买 并有报道称习近平领导人将与官员会面讨论市场后大幅上涨 上证宗旨上涨3.2% 而CSI1000指数基金常用于追踪所谓的雪球衍生品 这些投资产品可以获得巨大收益 但也可能导致夸大的损失上涨7% 政府为振兴低迷市场而采取的最新行动 是中国中央汇金投资的承诺 该主权基金拥有中国国有银行和其他大型政府控制企业的股份 承诺扩大其购买股票指数基金的规模 杨恒均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 澳中关系陷入困境 彭博社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友好关系 因周一对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的缓行死刑判决而面临风险 这一判决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关税预计取消 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或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澳大利亚计划的质疑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 他的政府将对中国做出非常直接的回应 并称这是对一个身体不好的人的非常严厉的判决 杨的朋友们呼吁澳大利亚更快地对中国进行反击 中国国家投资基金承诺扩大股权持有 以帮助支持低迷的市场 美联社 中国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 一家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承诺扩大其购买股票指数基金的规模 以应对由房地产危机和经济放缓引起的大规模抛售压力 尽管努力恢复市场信心 但中国市场已经跌至五年低点 大规模抛售压力 促使中国证监会承诺打击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 并保护小投资者 全球市场亚洲股市上涨 中国反弹 美元稳定 雅虎 周二 亚洲股市在中国市场反弹后略有上涨 但投资者仍持谨慎态度 因为市场对美联储近期降息的预期减弱 澳元在澳大利亚央行在政策会议结束后 保持紧缩倾向 并警告不会立即降息后大幅上涨 与美联储的谨慎立场一致 麦格里全球外汇和利率策略师 Terry Winman表示 我们担心的是 1月份美国就业市场的持续强劲 是否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将保持强劲 从而扭转通缩趋势 并将紧缩的货币政策延长更长时间 阿里巴巴的80%亏损可能因竞争担忧而延续 彭博社 期权交易员预测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将面临进一步的困境 期权编写显示 公司即将发布的财报前 看跌情绪增加 阿里巴巴的股价 已从2020年的历史高点下跌近80% 持续的通缩压力和工资下降 推动了价格战 阿里巴巴和京东等老牌企业 面临着抖音小店等新进入者的竞争 而拼多多等折扣商家 在价格战中获胜 阿里巴巴去年斥资95亿美元 进行了股票回购 并可能将其一半的自由现金流用于回购 在中国 私募股权行业正面临三年股市低迷的退出潮 日经亚洲 由于中国股市在过去三年中的低迷 中国私募股权PE和风险投资 VC领域的投资者 正面临着寻找新的投资策略的困境 根据股权投资研究公司 Zero2 IPO Group的数据 2023年前三个季度 PE和VC公司的募资 投资和退出指标均出现下滑 新基金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1% 至5344只 这些基金规模下降20.2% 至13520亿元人民币 1870亿美元 根据Zero2 IPO的数据 去年前9个月 PE基金在中国进行了6510笔投资交易 较2022年同期下降25.9% 这些投资的价值下降31.8% 至5070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 没有新的行业出现作为资本的磁铁 PE公司发现很难退出他们的投资 因为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因此 PE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并购 来处理他们的投资组合公司 而不是通过首次公开募股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S 私人债务的逾期付款问题 逐渐波及债券市场 彭博社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未能按时偿还私人债务 开始影响到他们的债券 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当LGFV未能偿还债务时 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额外的抵押品 或要求更快或更高的偿付 交叉保护条款触发的上升表明 LGFV的债务紧密相连 目前还没有LGFV违约公开发行债券 但北京已经推出了1万亿元人民币 1390亿美元的再融资计划和其他支持措施 以恢复投资者信心 截至1月23日 超过4000只LGFV债券 总额达2.66万亿元人民币 携带了交叉保护条款 习近平的神秘国家队面临棘手的困境 彭博社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 在农历新年假期前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交易员在休假前急于平仓 卖压家具 零售投资者 纷纷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社交媒体网站上 发泄他们的不满 中国蓝筹股CSI300指数 今年下跌了6.7% 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4%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政府的国家对机构投资者 是否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干预市场下跌 特别是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小盘股 马克 扎克伯格过着危险的生活 彭博社 Meta平台公司 前身为Facebook公司 宣布计划增加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并新增每季度50美分的现金股息 这一举措被视为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向股东传达公司支出是合理的 并且对长期投资有一定的标准 回购和股息是扎克伯格向股东传递的信号 表明他是股东资金的谨慎管理者 并且只会投资符合一定标准的新想法来增加利润 此举也使扎克伯格个人受益 因为他每年将从股息中获得约7亿美元的分红 美国接近全球股市总市值的一半 阿里巴巴和腾讯市值下滑 日今亚洲 中国科技公司正面临经济衰退 和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的困境 导致美国股票占据全球股市价值的近一半 自2023年底以来 中国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值已经损失了1.7万亿美元 而中国在全球市值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约10% 相比之下 美国股票在同一时期上涨了1.4万亿美元 达到51万亿美元 使得美国在全球市值中占据48.1%的份额 这是自2003年9月以来最大的份额 这种分歧反映了他们最大的科技公司的不同命运 美国派遣高级财政官员前往中国讨论经济问题 CNN 美国财政部官员团队本周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同行举行经济会议 这个高级别的美国代表团将由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 捷一上博领导 并将提出对中国贸易策略的关切 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和产能过剩的使用 此次访问将由财政部长贾纳特 一轮于2022年稍后返回中国 这也是自2021年9月启动以来经济工作组首次在北京举行会议 一切并不顺利 中国经济前景在Rodian Group报告中受到严厉批评 南华早报 罗迪姆集团的一份报告警告称 除非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 否则未来几年 中国的年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3%至4% 该报告强调了中国经济的潜在问题 这些问题源于多年来的信贷和投资扩张 以及某些行业出口管制和国内需求疲软 该报告还批评中国未能解决真正的结构性问题 并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 然而 该报告对中国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持 更为积极的态度 预计该行业在2024年相对稳定 中国扩大对量化和部分离岸单位的股票交易限制 彭博社 中国正在对国内机构投资者和离岸单位 实施更严格的交易限制 以遏制股市暴跌 限制包括对一些券商的跨境总收益 调期设置上限 禁止一些量化对冲基金下达卖单 以及阻止一些中国券商减仓 由于经济疲软 房地产危机 对金融业的打击 以及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股市已跌至5年低点 市值蒸发了7万亿美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 关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 我们了解到 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算 不会为外国投资者偿还款项 这对于外国债权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 如果你是外国投资者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资金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到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干预市场 并加大了对股市暴跌的审查力度 这可能会对中国股市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此外 中国股市在一家政府投资基金表示 将增加股票购买的消息下 出现了上涨的趋势 这个消息 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一些信心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到 中国的私募股权行业 正面临股市低迷的退出潮 这可能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同时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 因为杨恒军被判死刑缓期执行而面临风险 这可能会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关税 和中国官员访问澳大利亚计划产生一些影响 这也引发了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回应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 最后 我们还了解到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逾期付款问题逐渐波及债券市场 这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 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措施来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但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 总而言之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正在经历一些挑战和困境 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 我们需要保持警觉和冷静 并密切关注市场的发展 同时 我们也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投资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留言中与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